《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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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时候 有的人想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 当他们打开圣经第一章的时候 《圣经》第一章 他们带着一个很 希望了解的心情来认识基督教 可是常常有许多人 读完第一章他就不相信了 你们的第一章讲上帝用六天的时间 创造这个宇宙 太不合科学了 我们今天的科学 按照一般的讲法来讲 是经过长时间的进化演化而来 我们所称的今天的这个所处的环境 不是这样子撒纳之间成就的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如果连创世纪 这个你们所强调的是来自于神启示的话语 这第一章里面就充满矛盾充满错误 那整个后面还讲呢还有什么可听的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存在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去处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个宇宙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到今天的位置 其实我们如果深入一点了解你知道 科学并没有给我们绝对的答案 我们有时候对于研究这种人类起源的科学 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 哇那就是一个我们对于科学认知 科学就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 科学就是经过反复实验之后验证出来的结果 是我们可以信靠的 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是这样的 可是这样子的了解 是对于某一类的科学是这样子存在的 我们今天读物理读化学读光学读电子学 我们读各样的这些所谓的自然科学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经过同样的条件 反复的操作而得出同样一个结果 经过观察推论之后形成的定律 这一部分的准确率相当高 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相当高 这一部分的科学对人类的进化文明上面 有相当的帮助这个我们都承认 基督徒也承认 但是对于起源科学 人类是怎么开始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宇宙是怎么样存在的 这一部分的科学的了解 它不能够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自然科学 你可以拿到实验室里面实证 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根据现有的一些采集到的化石 用一些科学的一些方式去推论出它的结果 你譬如说包括进化论 达尔文所强调的这个进化论 这个进化论是科学吗 科学上从来没有把进化论当作是个定理 它只是一个假说嘛 我们今天其实知道 当年达尔文所主张的这个进化论的四个资助 米勒的这个原生汤的实验 海克尔的胚胎图 达尔文的进化术 石竹鸟的化石 这个四个主要的资助 今天在科学界上全部都推翻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 可以称为可以幸福的一个经过反复测试之后的真理 不是嘛 因为这部分没有办法拿到实验室重做 它只能推论 这一部分科学家跟科学家之间的主张 误差也很大 落差也很大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达尔文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进化论支持者 你一定要支持地球古老说嘛 就是地球已经是几十亿年以上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支持这个说法的话 这进化的时间不够啊 但是有另外一群科学家认为地球没有那么久的 不是几十亿年的 可能几十万年 这个这里面落差很大 几十亿年跟几十万年之间落差这么大 可是这些都是科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大家只能推论嘛 其实按照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计算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 认为人生命的最基本单位是单细胞 今天我们已经发现 单细胞里面还有更维系的 更基本的单位DNA 如果按照DNA的存在 以净化论的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来推认的话 现在就算你是古老地球说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 那个净化的时间也还不够啊 他们说将近要三百倍现在的地球古老说所做的时间 才够从DNA开始进化到今天 人类这样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第一个你说 圣经的第一章不合圣经 不合科学 是不合哪一个科学 是不合那个 还没有定论的科学吗 是根据那个吗 那如果是那个还没有定论的 那怎么会成为这个标准呢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明白 你就不会产生一个一开始就排挙就抗赐的一个心态 因为你衡量圣经是不是真理的一个基础 那个基础本身还不稳定 那个基础不是唯一的标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也要明白圣经的作者 在写创世纪的时候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是一本传讲神跟人之间关系的一本书 他不是来告诉我们说 神用什么的方法来造了这个宇宙 告诉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那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吗 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拿了一本食谱 教你怎么样做菜的 你不会在里面去找说 请问一下怎么打篮球 篮球规则是什么 你不会嘛 你要找到那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才知道说 我要根据他所的目的 去了解他所传达的讯息 一样 创世纪谁写的 摩西 摩西的第一代的读者是谁 是那些他带领出埃及的这群人 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神在云云众生之中拣选了一个民族 要跟这个民族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 然后透过这个民族要赐福全人类 借着这个民族与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 凸显出了一个像是模型一样 然后告诉全人类 可以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以至于享受到神真正赐福给人的 那一切的福分 这是圣经 神要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 把他们带出埃及带进迦南地的一个目的 可是我们也要看看 以色列人原来的光景是什么 原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拜一切受造之物嘛 埃及人拜牛 拜蛇 拜鳄鱼 拜尼罗河 拜天象 祂什么都拜啊 以后 神也给摩西看见 他们要进到那个迦南流南与密之地 今天的巴勒斯坦之地 当时住在那边的人也是一样 自己造神啊 拜巴历 拜亚斯塔路 拜日车 到处乱拜 在山竿上面 做那种秋坛祭坛 拜日月星辰 什么都拜 上帝把他们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带出来 进到一个神给他们预备的客观环境 各个环境里面也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 所以 神给摩西一个感动 祂写创世纪第一章干什么 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把你带出来埃及的这位神 祂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神 你不要拜那些受造之物 你要拜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原来的埃及 原来的巴勒斯坦 他们都在拜 受造的物 跟受造的环境 现在摩西要告诉这些人说 我们要敬拜的 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讲 起初神创造天地 就是告诉你天地 你所拜的这些 尼罗河也好 日头月亮也好 都是神所创造的 你要拜的是创造的那一位 不是被造的这个物质界 第二章刚讲的说 天地和其中的万物 包括 除了天地以外 这里面的飞鸟走兽昆虫 甚至于人 都不是你敬拜的对象 你要拜的是造这些的那位主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可以明白 创世纪的第一章 其实它不是在告诉你说 神花了多长时间 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创造 那不是摩西所关心的 那也不是出埃及的那群 以色列人所要知道的 摩西界的创世纪的第一章 所要强调的 就是天地和其中的万物 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我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 把你们从埃及 我带领你们出来 进到迦南地区 我们将来要做的是敬拜 创造天地的主 而不是敬拜这些受造之物 其实在圣经学者 很早以前就发现 圣经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有一个很奇妙的对称 它会发现创世纪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再造天地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再造其中的万物 而且之中是对应的 你譬如说第一天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第四天神就造了两个大光 一个是天地 一个是其中的万物 第二天 神说要把那个天上的水 跟地上的水分开来 第五天 神就造了天上的飞鸟 跟海里的鱼 对称 第三天神说要水分开来 路要集中出来 路地要显出来 有发生争吵 这个草木 第六天神就造昆虫动物 最后造人 你发现 一二三天 所强调的是上帝创造的 这个天地 四五六天 创造的是其中的万物 这种对称 其实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那么因此 创世纪第一章 不要成为你认识神的一个拦阻 你用正确的态度去明白 知道他写这些书的目的 也了解我们今天 对于科学认知的 这一个部分的有限 你就可以带着一个 更客观的 更正确的态度 去读神的话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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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